先說總體風水 因為我們每年特別留意化病 因為2021年大病位在東南、小病位正北 大病位、小病位不是大病位病多些 小病位病少些 大病位不來男人、不來肺骨、喉嚨氣管、呼吸系統 小病位不來女人、不來腹部腸胃 子宮特別留意 大病位、小病位如果在大門、廚房 或者睡著的地方就嚴重些少 不理到什麼地方都 如果嚴重的地方三樣東西都放在 灰地尖、六根毛子、六根毛子 如果沒有就六根鋼匙 可以再加音樂盒再加一個零 總之大病位、小病位、東南、正北 音樂盒、零、灰卡、六根毛子 都是化病的 然後正臨是桃花位 如果單身的可以放一杯水 再加一個音樂盒 黃桃花人緣 如果已經有感情的就不要再加了 如果只加人緣 放一杯水就不用放音樂盒就可以了 西臨是今年的吵架 放在粉紅色物件發吵架 正西就是今年的財位 放一杯水可以吹菜 西北來說就是過氣財位 都可以放一杯水吹菜 正北剛才說了 東北就是喜慶位 如果你是撻了刀內 又想吹姻緣就可以喜慶位 東北中間放四門靜脈 圍著九枝紅花就吹喜慶 正東就是桃花位 放四枝富貴粟利文昌 中間武曲位 放八粒石頭在水裡 就利武曲升職 什麼叫武曲升職 可能做文職以外的 譬如紀錄部隊 莊嵌 工程 裝修 那些人叫做武職文職以外 就放八粒白石吹菜 重複一次 東南大病位 灰地之六角毛子 音樂盒 靈南桃花位 放一杯水吹草花人緣 西南增炒位 放粉紅燒物件發瘋 靈西財位 放一杯水吹菜 西北過氣財位 放一杯水吹菜 靈北細病位 灰地之六角毛子 音樂盒和靈 東北喜慶位 四盆植物圍著九枝紅花 靈東是文職位 不四之富貴族 就來讀書考試 中江武曲位 八粒白石放在水裡 來武職的升遷